中东的胡塞武装又干了一票大的,就在以色列在中东肆意扩大战争之时,胡塞武装又出手了,在连发两枚导弹打击以色列本土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宣布向美国的航母发动了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不但打击了美国的航母,同时美国在中东的两艘军舰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 这已经不是胡塞武装第一次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发起导弹袭击了,我们看到当胡塞武装对外公布,对美国航母和军舰发起导弹袭击之后,美国军方没有像上次一样紧急澄清美打折,而是罕见的没有立即回应,胡塞武装再次对美国在中东的航母冲下杀手,很明显就是报复美国和英国。 前几天空袭胡塞武装本土之仇,胡塞武装对美国航母以及军舰发动袭击,能否击中美国航母已经不重要了,要知道几十年来,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全世界耀武扬威,都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武装敢对美国的航母出手。 而如今偏偏在中东碰到一个出生牛犊不怕虎的胡塞武装,不但在红海和美国板下战场,更是对美国的航母和军舰发动袭击。 尽管美英联手对胡塞武装展开了狂轰乱战,但是胡塞武装冒着被美国以色列的空袭,继续对以色列本土发动袭击,以声援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真助当武装。 同时更是把目标瞄准了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下手,放眼全球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像胡塞武装这样有胆气的地方武装了吧。 我们还记得前一段时间,胡塞武装宣布向驻守在中东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发动袭击行动,并且声称已经击中目标。 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有武装赶对美国航母开火,当时美国虽然极力否认被胡塞武装所击中,但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却紧急返回美国进行休整。 你们发现了吗?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艾森豪威尔号的信息了? 我们看到许多人还说,胡塞武装这样干是拿鸡蛋碰食都自讨苦吃,只能招致美国的更大规模的袭击。 胡塞武装向美国航母发动袭击,的确是冒险行为,但大家看看自今年二月份,美英联手对胡塞武装本土发起上千次的空袭行动。 吓到胡塞武装了吗?打垮胡塞武装了吗?可以说美国对胡塞本土每一次发起大打击之后,胡塞武装都发起了更加凌厉的报复行动。 就连美国军方都承认,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斗,是美国海军二战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 胡塞武装共对美国军舰和目标,发动数百次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行动。 从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来,胡塞武装可不是在演戏,那是在玩命,而在和胡塞武装的博弈当中,美国已经有十二架死神无人机被胡塞武装所击落。 要知道美军这一架死神无人机都要好几千万美元,要在过去谁敢动他们家的无人机,老美立马就能和你开战。 而如今在一架又一架无人机被胡塞武装击落之后,而美国也只有咬牙切齿,警告胡塞武装立即收手。 再者就是象征性的轰炸,时至今日都不敢往也门派出一兵一族。 有句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年美国拿了一包洗衣粉,挥刀杀入中东,美国那是何等的威风霸气,而如今的美国早已经是日暮西山,由过去的老虎的屁股不敢摸,变成了老虎的屁股随便摸了。 由于以以孤行偏袒以色列的行为,美国在中东更是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过去的盟友们也纷纷离美国而去。 可以说不但是以色列在中东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如今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也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这一点从美国在中东的铁杆没有沙特,公然站出来怒批以色列的同时,也悄然迈出去美元化的步伐就能看得出来。 要知道在中东石油美元就是美国的命根子,想当年正是靠着石油绑定美元,才成就了美国的霸权大业,而如今随着美国在中东石油美元霸权崩塌,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开始日落西山。 不但管不了以色列,中东武装也开始集体的对以色列对美国说不了,而如果美国霸权在中东一旦崩塌,在中东引发公愤的对以色列日子还会好过吗? 无视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以色列终于迎来了惨烈的反噬,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野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武装,接连奋起反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场更加汹涌的反以浪潮, 也开始在全球暗流涌动起来。 当地时间11月12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以色列的安全委员会,突然联合发表紧急声明, 称自是自去年10月7日以来,对以色列进行袭击的力度开始加大,如今已经遍及全球了, 以色列安全部门还同时发布紧急警告,提醒所有在海外的以色列公民,尽量避免暴露自己的国籍和身份,以避免发生安全问题,甚至在打车和参加集会的时候,都需要格外注意。 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提醒在国外的全体以色列人,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甚至要隐瞒以色列人的身份, 这等于是以色列安全部门承认了,全球反以浪潮正在风起云涌,就连在海外的以色列人都不安全了, 对所有以色列人发出可能遭受袭击的全球警告,在全球都沦落得人人喊打低地步,这个待遇比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吧, 可能放眼全世界,也只有以色列独一份能享受这待遇吧, 以色列之所以紧急发布警告,提醒在海外的以色列人,注意人身安全,隐匿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 是因为如今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浓浓的危机,还记得前几天,以色列球迷在荷兰挑衅被暴走的消息吧, 以至于内塔尼亚湖不得不紧急派出两下专机,将他们给接了回来, 而在以色列球队和法国球队比赛即将开赛之时,法国更是如临大敌,警方在发声像荷兰那样以色列球迷被暴走的一幕, 要知道欧洲那可是美国的地盘,也是支持以色列的大本营之一,可如今以色列人在欧洲也不安全了, 然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已经整整一年多,在拿不下加沙和黎巴嫩的情况下, 不但不知道收手,还利用美国总统大选的中权力真空时期,开始加大对黎巴嫩乃至于加沙的入侵力度, 企图一鼓作气将加沙和黎巴嫩收入囊中,继续在作死的路上一路狂奔, 疯狂的内塔尼亚湖正在带领着以色列加速沉入深渊,随着美国实力的日落西山, 以色列在中东军事领先优势也被缩减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真的到了照不住以色列的那一天, 根据中东匣子必报的个性,以色列的结局已经注定。